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将继续和你分享提问框架六步法的第五步 策略评估选择哪一个方案呢 请你回想一下哦 每当头脑分爆以后啊 你和同事们是不是都会产生一堆的策略呢 一方面啊 你会觉得很高兴 另一方面 你可能会有一种晕头转向或者纠结的感觉 因为啊 每一个方案看起来都有它的一个合理性 那么鱼和熊掌 我们该怎样去取舍呢 恐怕你很难做出决定 因为往往啊 不存在罪优方案 你需要在各种不完美的备选方案中 做出一个明智的抉择 在这时候 真正的策略高手 一定会对所有的策略进行评估衡量 然后再进行取舍 因为策略太多 就会失去重心 就会分散资源 而导致眉毛胡子一把抓 最终将会逐篮打水 异常空 只有对策略进行评估 把策略的效果进行量化 你才能知道 哪一个方法值得花大时间 哪一个方法只需要简单尝试 而哪一个方法又可以暂时不用做 为了让案例更有连贯性 我继续用上一篇讲的案例来做分析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吧 经过策略制定 老青团队一直认为 未来R品牌可以聚焦在 相包的第一大尺寸 第二耐酸 第三融合智能收纳功能 这三个方面 同时呢 也有人提出要做一款APP 从而来实现更多功能 有智能的这样一个相包的一个策略 策略出来以后啊 现在就要对策略进行评估 对于上述四个策略 你觉得最应该先实现哪一个功能 而哪一个功能可以暂时放一放呢 策略评估有很多方法 在这一讲中 我就和你分享通过提问 来做策略评估的方法 同时也是一个最简单使用的方法 我把它叫策略优先排序矩阵法 策略评估的时候啊 进行优先排序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先和你来说一下 什么是策略优先排序矩阵法吧 简单来说 就是用矩阵的形式 对各种策略进行统一的衡量决策 你要确保你的时间和精力 聚焦在问题的最重要的要素上 主要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步骤 对策略进行评估 首先第一步 你要确定优先排序的标准是什么 一般来说 优先排序主要要考虑两个维度 一个叫重要性 一个叫可操造性 音频的文字版说明里面 可以看到这张图 但是在一些其他的情况下 这些考量的维度可能会不同 比如你可以用未来的绩效影响 来代替重要性 那下面呢 我就分别具体介绍一下 这两个标准吧 那第一个标准叫重要性 或者是对未来绩效的影响 一般而言 一个新产品上市之前 要考虑的重要性要素呢 往往包括这些吧 产品的市场规模大小 市场的潜力 竞争的密集度 利润的可观性 用户对产品的价格敏感度等等 所以你呀 可以围绕这些要素来进行提问 比如是 诶 请问产品的市场规模有多大 值得做吗 你可以问市场潜力 诶 市场潜力有多大 过去几年内 此类产品的复合增长率 在市场上是多少呢 你也可以问近周 比如说 竞争情况是怎么样的 同质化竞争程度高吗 我们如何和竞争对手进行区分呢 如果不能 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 我们可以胜过竞争对手呢 你也可以问产品的利润 诶 请问产品的利润空间大吗 回报乐观吗 当然你也可以问产品的某个功能设计 比如是 诶 需求是刚性的 还是可有可舞的呢 当然你也可以问价格的敏感度 你可以这样问啊 诶 用户对我们制定的 比如说2500块这个价格 敏感度高吗 分享完第一个重要性的维度 我来分享一个可操作性维度 也就是对自身能力的一个适合度 你啊 不仅要从理想的角度 来考虑各种策略的重要性 也请你同时要回到现实 要兼顾不同策略的可操作性 也就是说 你要考虑自己是否有能力实施这些策略 那么如果退出新产品呢 你就需要问问自己 实施这些策略的难度怎么样 从可操作性的一个维度 需要考虑的一些要素呢 一般包括这些 比如说营销能力啊 企业自身的一个研发设计能力啊 供应链能力啊 技术水准啊 资金准备等等 比如你可以围绕这些因素 来进行以下的提问 比如你可以对营销能力来进行提问 面对未来的一个互联网的年轻用户 你现有团队的能力 一定能找到这些用户吗 那你也可以对研发来进行提问 过去啊 我们只是一个制造工厂 那现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 新的研发设计能力 才能满足用户需求呢 当然你也可以问供应链 那现在的供应链和技术能力 在多大程度上 可以满足新产品的一个及时推出呢 你还可以问资金 那新产品上市需要的合理资金 大概是多少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启动资金呢 说完了策略优先排序几正法的第一步 那接下来呢 是第二步呢 你要对标准中的各个要素进行筛选和排序 怎么做呢 比如现在二品牌相包的新品策略 有以下几个功能需要团队决策 第一大致存 第二耐摔 第三智能收纳 第四智能APP 那应该以什么样的功能为主 哪些功能可以展示 不用考虑呢 好 你可以呢 把第一步的一个各个要素啊 做一个筛选 那选择核心的几个要素呢 来进行分析 为了方便你责观理解啊 我要从重要性和可操作性两个维度 分别挑选的两个核心要素来进行分析 那请你呢 再看一下这个音频文字版里面的这样一张表格 你看到这张表格 那我来跟你说一下 怎么样来制作这张表格 那首先呢 左边的第一列填路 你要选择的功能 比如大尺寸 耐摔 智能收纳 智能APP 这是一个纵向的一个维度 那么第二呢 你从第二行 你看表格第二行 在横向呢 你要针对各个功能 需要考虑的要素 我选择了两个要素 一个叫市场规模大小 一个呢 叫竞争密度高低 那这两个要素呢 就属于重要性维度 我选择的另外两个是研发设计和供应链能力 它属于什么 可操作性的一个维度 好 那么讲完这个第一步 填完表以后呢 那其次呢 你要针对每个功能 要对各个要素的一个符合程度 分别用一 二 三 来记录 一分 代表最不符合 三分 代表最符合 那比如你会看到这个 关于大尺寸 在这个重要性维度上 它是三分 满分 因为什么 非常 市场规模很大 很多人需要大尺寸 那么进度密度呢 实际上是什么 大尺寸的进度密度啊 它是不高的 很多人没有专注做这个 所以它相对来说 比较方便我们在这个进程的市场上脱颜而出 所以得分也是三分 对吧 那么你会看到这个要素啊 资能APP 市场规模 得分只有一分很低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一个刚性需求 它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需求 那很多人可能喜欢这个概念 但不一定会买这样一个资能APP 功能的一个市场相包 所以呢 它的重要性维度只有一分 那接着呢 你就要对每个要素呢 给一个权重的分数 那什么是权重呢 所谓权重 就是对某一个因素 或者指标 相对于某一个事物的一个重要程度 你可以用一分到五分来评定 一分呢 代表最不重要 五分代表最重要 好 那你看到这里面啊 像这个市场规模 权重分数 我分配了五分 因为这个做大是很关键的 那竞争密度呢 你总得好好做 哪怕重要性维度只有三分 那么第三呢 你会看到这个研发能力 重要性维度呢 大尺寸 耐酸 智能收纳跟智能APP 整个一个研发能力 它的权重 我分配个两分 那供应链能力分配个四分 所以啊 在四个要素里面 那市场规模是最重要的 那研发能力呢 相对来说 不是很重要 就这个意思叫权重打分 最后呢 你要把每个要素的 权重的分数 和之前已经填入的 各个要素的得分 也就是一分到三分 相乘 最后呢 相加 在这个最右边 你会看到个总分 所以呢 经过上表的一个演示啊 你就可以又生成 这样一张图 你可以在文字版 又看到一张新的图 那么这张图呢 你会发现 有一个横轴 有一个纵轴 横轴就重要性 纵轴呢 就是可作造性 分别有高跟低 那么有四个框 你会发现啊 对于新产品而言 大尺寸 才是最重要的策略 无论是重要性维度 和操作性维度啊 分数都很高 而智能APP这个策略 可以暂缓 可以先不做 因为无论是 市场吸引度程度 还是它那个自身能力 都不是很匹配 换句话说 就是重要性不高 可操作性也不强 因为他们这个公司 也没有很多人才做APP 所以可操作性不强 那么以上呢 你学习到了一个 策略评估 优先排序的基础方法 现在我再分享给你 三个小贴士 第一个贴士 就是你要确保 利益相关人都参与进来 在上一篇的策略制定中 我给你的一个贴士是 与其独自闷头想心策略 不如多问问其他人 看看其他行业的做法 那这一条呢 在策略评估环节里面 继续有效 此外 你不仅要站在本部门 即本人角度看问题 还要听取其他利益相关人的一个观点 比如你可以反问自己 还有哪些人或者部门 乃至整个组织的 和这个问题有关系呢 他们具体呢 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影响的程度是如何的呢 所以你要去问问大家的一件 你不能自己一个人都 全部做策略的一个评估嘛 对吧 那第二个贴士是什么呢 优先排序啊 通常是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 请你不要指望通过第一次的评估 就能够选择到最好的一个策略 你需要在实践中啊 不断的优化和调整策略 再好的决策啊 也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的 因为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只有在实际发生以后啊 你才会知道 好 最后呢 第三个小贴士啊 就是根据之前对接效影响的计算啊 你要确定收益计算的一个时间的跨度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衡量回报的时候啊 你不仅要看投入产出 你还需要看回报周期的长短 你可以对预测的理想结果 进行这样一个提问 需要多久啊 才能收获预期的收益呢 对吧 因为这个等待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吧 好 接下来呢 就对本节呢 做一个小节吧 这节课 我向你介绍了提问框架 六步法的第五步 叫策略评估 你选择哪一个方案 你已经知道了 策略是达成目的的手段 任何策略不能脱离目的 你要试着问一下自己 你的各种背选方案 有多大程度能够满足目的呢 如果你能够仔细评估 每一个背选方案的结果 就能有效帮助你 找到离你目的最接近的那个方案 而策略评估优先排序矩阵法 就是根据策略的重要性 和可操作性的两个维度 用矩阵的形式啊 对各种策略 进行统一的衡量决策 你可以通过两个步骤 对策略进行评估 首先第一步 你要确定优先排序的标准 一般来说 优先排序啊 是使用两种标准来完成的 我已经介绍过 第一叫重要性 第二叫可操作性 那第二步呢 你要对标准中的各个要素 进行筛选和排序 那这节课的最后呢 我也送给你了三个策略制定的小贴士 第一个呢 你要确保立项官方都参与进来进行评估 第二个呢 优先排序通常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你要在实践中不断的优化和调整策略 第三根据之前对于绩效影响的一个计算 你要确定收益时间的一个时间跨度 你不能等待太长的时间 那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下节课 我们将学习提问框架六步法的最后一步 我们把它叫 落实行动 你如何实施行动呢 你将学会如何通过提问 让对方把一个想法变成现实 好 今天的一个思考是 我这节课和你分享的策略评估 优先排序矩阵法 这其实是一种快速量化和框算的一个方法 但是如果没有今天这节课的分享 我相信你平时也做做策略评估吧 所以我想请问 实际工作中 过去你一般是如何来评估策略的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们互动